美智库解放军实力严重不济 登陆艇不够用海军战舰无法远航出动 最近传说中的美国第一智库 布鲁金斯研究所发布了攻台研究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面 极尽对中国贬低之能是 就差把美利坚添小无敌 解放军非拉不堪写在明面上了 我们可以看看这篇报告时怎么写的 在这里面总共有四个主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 解放军不可能对台湾进行两栖登陆战 因为中国登陆舰艇数量严重不足 让我们看看 这个严重不足到底有多不足 目前我国有总计49艘登陆舰 4万吨的75两栖攻击舰有两艘 25000吨的071船坞登陆舰有7艘 4800吨的072登陆舰有29艘 2000吨的73登陆舰有11艘 然后是登陆艇 登陆艇20艘 大型气垫船有100艘 此外我国还有220艘 已经封存的老式登陆舰和登陆艇 拉出来的话 武装部队数量绰绰有余 也就是说 各型登陆用船只设备数量超过400艘 能直接把半个南部战区陆军送上台湾 就这还没算上 运服20和重型运输直升机带来的运力 你部罗金斯研究所也得瞎成什么样子 才能写出来登陆舰艇数量严重不足的这种话 然后第二个观点 解放军不敢出动航空兵和水面舰艇 不敢攻击台湾岛和冲绳的陆地目标 每日台澳 北约能像二战的大西洋反潜战一样 派出上百艘反潜 扫雷舰在台湾东海岸近海活动 保护进出台湾的商船 驻日美军和日本海子能派出反潜机掩护 而且还能顺带打击中国在印度的贸易航线 鬼扯不敢出动航空兵和水面舰艇 那现在在日本海演习美智库 解放军实力严重不济 登陆艇不够用海军战舰不敢远航出动的是啥玩意儿 海市蜃楼吗 还有打击中国的印度贸易舰 实施全球禁运 就真的把中国的远洋护航舰队当成了摆设是吧 是 本虎一直说我国在印度洋的战斗力不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敢还击 任由美国人拿捏中国 事实上中国一直在加强自己的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影响力 第三个观点 中国火箭军打击第一岛链的美日基地 盟军应耐心等待一个月 等中国的东风快递耗尽 然后修复受损的机场跑道 恢复战机的进驻 舰队护送商船前往台湾 恢复对台经贸关系和重建台湾经济 这个观点就是看不起中国的卫星 如果真的打了 中国真的会浪费火力去打一个空壳子基地吗 不可能的 中国卫星又不是瞎子 你要真的只留下空壳基地 中国肯定是不会把导弹浪费在空气上了 再说了 中国的导弹生产流水线 大家懂的都懂 全球最强稀土加工厂 以及最大的稀土产量都在中国 造导弹 还不是手拿保钻的事情 最后一个观点就更离谱了 美军八个航母战斗群 压到台湾东海岸 就能击败中国 中国的弹道导弹对航母是无效的 只有飞机能导航母 行 我就算你说的对 美国航母天效无敌 中国导弹费拉不堪 但是你把全球航母都拉来了 你确定俄罗斯没有一点反应 德国没有一点二心 全球失火的代价 美国扛得住吗 就算扛得住 你航母长期过在使用 导致的航母本身失火的代价 你没有又扛得住吗 就凭借美国今现在的航母维护水平 我说他能安然执行三个月任务 不会来答应吗 就问屏幕前的各位 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不信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是1916年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智库 名人多 消息多 情报多 研究领域广 美国内政 国会 外交 防务 经济 安全几乎无所不包 一直以来不仅能理智看待中国 甚至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精确预言到了美军的早期战败和中期拉锯 这样的一个研究所怎么会去做这种 一看就是在骗傻子的内容呢 答案是 他们收了民进党黑钱了 布鲁金斯的预算来源性质 理论上是来自于慈善性质的捐款 并不和政治利益集团勾搭 但是这个基金会多金到可怕 可以说美国五大智库都有这个特点 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智库的钱 真的只是靠捐款维持的吗 结果在经过了调查后 发现事情果然没有这么简单 根据美国另一家智库 昆西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华盛顿五大美国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 美国进步中心 新美国安全中心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哈德序研究所 都拿过民进党的钱 当然这个钱不是明面拿的 我们就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 首先台湾目前有这样一个政策 外国公民可以加入台湾公务员体系工作 而以前是由美国绿卡 都不能成为公务员 而这些公务员是哪里来的呢 是从财法来的 一般美国智库的背后都是财法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背后 就是洛克菲勒 让自家子弟去台湾当官 给当案镀金的经历 自然可以收买到一把部分人 此外 民进党海在美国成立了 自己的政治组织GDI 表面上是台湾人搞的理事会 但里面有很多美国的前政要 国安退休顾问 这些人和美国智库 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毕竟这些智库经常吸纳退休官员 在GDI的游说下 透过裙带关系 也能让智库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台湾媒体人唐湘龙就感叹 天罗地网 铺天盖地 这就是认知作战 今天的局面就是前个人堆起来的 公关公司 智库 媒体 议员 有影响力的学者全买了 美国不管怎么变 都会做出对台湾有利的决策 引用2017年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里面的一段话 在很多情况下 布鲁金斯学会不像一个智库 而是一个自动点唱机 加一点硬币 布鲁金斯学会就会播放你的曲子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台独分裂势力这么做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让台湾得到美国的保护 而是为了让台湾人 以为自己得到了美国的保护 2022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年初猝不及防爆发的欧乌冲突 深刻改变东欧乃至整个欧洲的地缘战略格局 而美欧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对老冤家 从未有像今天这样 处于全面摊牌的危险境地 到了下半年 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一意孤行的窜台之举 导致中美爆发21世纪以来 最严重的战略博弈 台海局势的深层次变化 中美大关系的改变 都为今后国际局势的发展 注入不安定因素 同时向中俄两大世界强国出手 对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来说 并不是明智之举 陷入经济下行 社会分裂 党中不断的美利坚 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身存在的内部问题 因为对抗中俄只会加剧自己的衰亡 近日 俄罗斯媒体军事评论 发表一篇对于今后中美海上军力预测的文章 通篇阅读下来 最大的感受就是 中国海军发展速度实在太快 已经超出几乎所有人的预期 当代的解放军海军部队 不仅已经跻身为世界第二大海军 而且其在舰艇数量 装备水平 新技术运用等各方面都在向美军看齐 就连美军自己也承认 中国海军将是其在未来唯一的真正对手 按照俄媒的观点 在2030年之时 解放军将拥有5艘航空母舰 60艘大型导弹巡洋舰和驱逐舰 如果这一说法基本准确 那么中国海军不仅不能停止 自2010年后开启的下饺子进程 而且新舰建造列装还要加速 舰艇总数量至少增加40% 除了继续开舰55万吨级导弹驱逐舰外 052D 052D 1O等导弹驱逐舰的数量也要相应增加 和福建舰同等级的超级航母 至少要再建造两艘 另一边 中国的水下战略和力量建设 也要按下加速舰 中国至少要新增8艘弹道导弹和潜艇 依托于强大的海上力量 中国海军不仅将加强对于台海 南海等地区的控制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活动频率 也将逐渐增加 例如通过在亚丁湾附近的海上护航行动 保卫本国海上石油生命线 防止在战时被西方大国切断 和其他国家常见意义上的扩军备战不同 中国海军建设发展有着充足的资金支持 解放军每年军费开支都成增长态势 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也稳中向好 单单这一特点 已经是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无法相比的优势 俄美预测 中国海军舰艇总吨位将从现在的130万吨 增加到2030年的200万吨 呈现出赶超美国的架势 此后世界海军一流海军只是中美的二人转 相比之下 到2030年左右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所能投入的最大兵力 只有6艘航母与50艘巡洋舰和驱逐舰 8艘战略核潜艇 中美两军舰艇总和基本达到军事 谁都占不上大便宜 也谈不上吃贵 数量上的比较只是一个方面 从整个武器装备的性能和现代化水平来讲 曾经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国海军 很有希望实现对美国的反超 按照美军计划 最晚到2027年 全部22艘提康德罗加及导弹巡洋舰都要退出现役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开始扮演美海军主要打击平台 提康德罗加自然是老太隆重 阿利伯克也不再年轻 尤其是和解放军052D、055等驱逐舰相比 美军这些诞生于上个世纪冷战时代的战舰 则已跟不上时代发展趋势 只能沦为牢骨斗 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 上述对比只计算了中美在太平洋 所能投入的海军力量总和 并未将美海军全部实力计算在内 其次美军在同解放军对抗之中 并非是单打独斗 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盟友 都是潜在介入对象 整个西方世界依然在硬实力上压过中国一头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有挑战才会有进步 相信面对迅速变化的国际风云 中国海军一定能交给14亿人民 一张圆满的大卷 自从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一事发生后 解放军随即开展了 长达数日的围岛军事演训 导致岛内民众人心惶惶 此前台湾地区一直担心的穷台战略 如今彻头彻尾地摆在了岛内民众的眼前 于是乎 大量外资纷纷逃离台岛 可见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反制 已经呈现了一定的效果 据中国台湾网综合多家台媒发布的报道 随着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的军事演训逐渐常规化 台湾地区的金融系统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外资大逃亡 接下来 外资会不会继续逃离台湾地区 或者是否有新的外资注入 就成了台湾地区最关心的事 而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与这三件事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首先就是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制裁 佩洛西窜访台湾后 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其中解放军的围岛演训 就给台湾地区留下深刻的印象 换位思考一下 一个地区如果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证 资本家怎么可能会在这里继续投资下去呢 正因如此 感觉受到威胁的外资立马选择了跑路 数据显示 短短的一个月内 就已经54.54亿美元外资撤离了台湾地区 其次 就是西方媒体夸大宣传和故意渲染台海危机 在国际市场上引起一阵不小的恐慌 使得在台经营的外资们极为焦虑和不安 因此考虑将资本撤出台湾地区 最后一点就与美国因素 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地步 为抵抗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 美联储选择了加息这一做法 使得全球资本逐渐流入美国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 一旦美联储疯狂加息 必定会使全球经济受到影响 因此 在大量的利查诱惑之下 外资就开始将资金从台湾地区撤出 转而投向美国 但要说影响最大的 无疑还是因为 美国不断挑动台海局势 导致台海爆发冲突的危机 不断升高 造成资本外逃的现象 如果台湾当局 不勾结美国挑起台海危机 即使是美联储疯狂加息 吸引资本 台湾地区的外资状况 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所以说台湾当局 可谓是自讨苦吃 虽说现在遭殃的是台湾地区 但这也为我们自己敲响了警钟 毕竟台海问题 终究都是要解决的 而美国是一个绕不开的阻碍 如果想实现两岸统一的目标 与美国的矛盾 也必定会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届时美国联合其盟友 对我们进行制裁的可能性 将会非常大 对我国持续战略部署而言 是一个不小的隐患 不过 但中国毕竟是世界工厂 因此也不用过于担心 只需提前做好预案 将损失降到最低 这件事也给了台当局一个教训 当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 最好还是选择低调形式 而像台当局这样屡次勾结国外势力 挑衅大陆的做法 最终也只能是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 伴随中国003号航母福建舰的登场 美国的福特号不再孤独 因为世界上从此出现了两艘 具备电磁弹射技术的航空母舰 但是福特号仍然有一个名号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那就是世界上唯一一艘 拥有核动力以及电磁弹射技术的航母 从这一点上来看 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外界普遍认为 按照中国造船技术和实力 接下来的004号航母 一定会用上核动力技术 并且距离下水时间应该不会太久 总的来说 中国海军未来可期 但是作为苏联最大遗产继承人 俄罗斯的海军实力 却不太尽如人意 俄罗斯目前只有一艘航空母舰 而且是苏联遗留下来的产物 因为技术维护能力不足 这艘航母常年停在修理厂 但因为本身技术比较落后 即使修好了 也不一定能适应现如今的海战强度 其实造成俄罗斯海军 如今发展极度制缓的原因 也是苏联解体导致的 一艘航母需要的各种工厂 被分散到了各个国家 可以说俄罗斯已经丧失了 独立建造一艘航空母舰的工业能力 外界也对俄罗斯 是否能重塑海军辉煌 也没有什么期待了 但是最近俄罗斯国防部部长 邵一国的一番讲话 却让外界再次把目光聚焦到了 俄罗斯的海军上 邵一国在视察俄海军航空兵训练基地时表示 未来俄军将使用电磁弹射装置 训练舰载机航空兵 邵一国的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逢 去了解 俄罗斯相关单位与国防部 已经在建造一座全新的海军航空兵训练基地 这个训练基地将配备新型舰载机 和电磁弹射设备 也就是说 这将会成为一个模拟训练场 而俄罗斯的这一举动 也向外界释放一个强烈信号 那就是俄罗斯 未来也会拥有具备电磁弹射技术的军舰 虽然俄罗斯目前没有 但是不影响他们先练着 但是 正如我们前游所说的 前苏联的造船技术和工业体系 在苏联解体之后 被若干个国家把控着 俄罗斯真的有能力 说服这些国家 在与自己合作造船吗 光是苏联时期 负责航母动力生产的乌克兰 现如今 就不可能配合俄罗斯造船吧 那么 如果俄罗斯没有这个实力 他们还能如果拥有这个技术呢 答案就是从外国购买了 因此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或许是俄罗斯掩馋中国的003了 但是 有一个现实是 不往今来 虽然有很多国家的航母 是靠采买获得的 包括我们的第一艘航母 也是买来的 但是 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 能买到别国最先进的航母 因此 俄罗斯想要拥有 具备电磁弹射技术的航母 目前来看 就是自古划山一条道 只能自己造了